日前大牙在社群po文 透露自己也是MeToo事件受害者 而且对方还是过去的老板陈建州 他指控11年前和黑人到香港出差 在饭店时被扑倒在床 差点被印象 黑人甚至还说 没办法你范范姐就很不爱这种事啊 夸张的行径让他非常傻眼 而事后黑犯夫妻完全否认这件事 并对大牙提告求偿千万 要求他在脸书公开道歉 大牙也对此表示 这次我会勇敢法院见 而目前台北地方法院已完成分案 将择棋、开庭审理 以及传唤双方导案说明 不过24号传出陈建州已经撤告的消息 大牙也发文证实 今天收到了法院寄来的撤回起诉通知 相信事实是不容挑衅的 文中也写到过去快一个月的日子里 因为挺身而出的MeToo事件 自己成了这波运动里 第一个被起诉的受害者 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必须求助身心科和心理资商 不过一路上也遇到很多好人 最后他也感谢愿意相信自己的大家 而陈建州这次爆出信骚事件 一共有两名受害者出面指控 虽然老婆范伟其出面力挺丈夫 但9月的演唱会也受到影响 宣布取消 估计将损失百万元 而在黑人撤告的消息曝光没多久 他透过经纪人表示 本人不占用及利用大众资源 一切听从律师的建议 一提出刑事告诉 看来双方的隔空交战 短时间内还没办法那么快结束